統計警方這邊是開了二十五槍 現在開了幾槍 現場警方開了二十五槍 那嫌犯的部分 那嫌犯的部分目前還沒有辦法知道 因為這還要在統計 包括現場的見識 再去找現場的彈頭、彈殼等證物 才能夠釐清 所以說最後是犯嫌他自己自禁這樣子嗎 那至於這個犯嫌的死因 還要等到地檢署來做相驗 甚至後續的解剖 才能夠釐清他死亡的原因 那他記得那種恐嚇性 是用亂槍打鳥的方式嗎 那他的恐嚇對象 全部都是以這個水產業者為主 那這成立死亡在宜蘭有犯過案嗎 對 目前我們手上的資料 他是沒有在我們宜蘭犯案的紀錄